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 此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 旨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 我们转向国际舞台 日本 美国 澳洲和印度的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 将在东京召开 会议将发表联合声明 强烈反对南海军事化和施压行为 力争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四国还计划加强网络攻击对策和海洋法对话机制 共同应对外国讯息操控和干涉 最后 我们关注孟加拉国 因政府工作配额制引发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孟加拉国最高法院裁定缩减预留职位比例 将93%的工作岗位以绩效为基础分配 剩余7%保留给自由战士的后代 此举引发了广泛讨论和争议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报道 中共二世界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习近平在说明稿中提到 决定搞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重点部署了未来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局部冲突频发 全球性问题加剧 国家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的时期 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可能随时发生 为了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 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通过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 习近平强调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重点 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 提升竞争力 并提出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加强中央视权 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等措施 同时推进外贸体制改革 决定稿还涉及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化改革 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机制 以及在民主和法治方面的全面改革 东方日报报道 日本、美国、澳洲和印度四方安全对话 Quad外长会议将在东京举行 会后联合声明拟表明 反对南海军事化和施压胁迫行为 日本外向上川扬子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澳洲外长黄英贤和印度外长苏杰生 计划出席此次会议 联合声明将再次表态 强烈反对试图凭借力量和施压单方面改变现状 并力争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 会议将达成创设讨论网络攻击对策的代表会议 和举行国际会议的共识 强调一致应对包括假消息在内的外国讯息操控和干涉 合作提高海洋监视和海上保安能力 会上还将同意新设由法务专家参与的海洋法对话机制 以维持和加强基于法治的海洋秩序 星岛日报报道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说明中 提及民众就业问题 提出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方面 决定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优化创业促进就业政策环境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 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护级限制 决定还提出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赋予各城市政府房地产市场调控自主权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 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 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 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并按照自愿 弹性原则 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三中全会决定 对国内住房及楼市问题提出了多项创新措施 旨在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推动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重点包括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与供给 以满足工薪群体的刚性住房需求 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改善住房需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决定赋予各城市政府更多自主权 允许根据具体情况取消或调检住房限购政策 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 并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 这一系列措施旨在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中的种种问题 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 孟加拉国因政府工作配额制度的争议 引发了全国性的致命骚乱 最高法院因此决定缩减预留职位比例 新的规定要求93%的政府工作岗位 以绩效为基础 其余7%的岗位保留给1971年 参与反对巴基斯坦独立战争的自由战士后代 这一决定是对长期以来备受争议的配额制度的重大调整 旨在缓解社会不满和动荡 过去一周的骚乱已导致多名学生受伤甚至死亡 最高法院的决定被视为平息局势的重要一步 联合早报 在中国大陆持续对台湾施加军事压力的背景下 台湾军方宣布 今年的汉光演习将重点演练境外物资接转 以确保战时战略物资和原台物资能顺利抵达台湾 演习为期5天 聚焦无剧本 实战化演练 验证交战规则 去中心化指挥管制 全时段战力及夜间训练等 基于俄乌战争经验和台湾地理特性 演习将模拟战时境外物资运抵台湾后的跨单位合作输送 台湾国防部还首次运用人工智能虚拟主播 以多种语言播报战报 借鉴俄乌战争中虚拟主播的成功经验提高传播效率 明报 大暑将至 天气炎热 且雷震雨频繁 中医建议多吃冬瓜等瓜类 以补水降温 冬瓜性味 甘淡微寒 能清热解毒 只可除烦 利小便 为此 本文整理了四个冬瓜汤水食谱 包括新鲜莲子豆腐冬瓜羹 冬瓜羊肚菌一米淮山汤 荷叶冬瓜结薯汤 以及冬瓜瘦肉一米汤 每个食谱详细介绍了所需材料和制作步骤 如新鲜莲子豆腐冬瓜羹 用新鲜莲子 冬瓜 秋葵 卷豆腐等材料 经过搅拌 煮制和调味等步骤即可完成 食谱不仅适合大鼠食节饮用 还对身体有多种益处 如清热解毒 健脾去湿等 星岛日报 习近平在三中全会就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生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做出说明强调全面生化改革的重要性 首先 改革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 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其次 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第三 改革是推动高质量发展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最后 改革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型稳致远的迫切需要 习近平强调 改革开放是中国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关键 未来也必须依靠改革开放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明报 本港天气预报显示 今晚和明天将大致多云 见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 气温介乎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 预计吹和缓至清静的冬至东南风 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会有强风 海面有涌浪 展望随后两三日 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天气 但仍会有几阵咒雨 天文台消息指出 一号波至少会维持至午夜12时 市民应注意天气变化 适时采取防护措施 避免在雷暴天气外出 确保安全 德国之声报道 白俄罗斯人权组织春天人权中心 披露了一名德国公民在白俄罗斯 被判死刑的消息 这名30岁的男子曾是红十字会的救援人员 去年11月被捕 白俄罗斯检方指控他准备发动爆炸袭击 影响白当局的决策 威吓民众破坏公共秩序稳定 法庭在6月24日判决其有罪 最新公布的则是其量刑 该人权组织还提到 此案与一个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 白俄罗斯民兵组织有联系 但为透露消息来源 白俄罗斯官方此前也未披露任何细节 德国外交部确认了这一消息 并表示正在为当事人提供领事协助 同时强调德国拒绝一切刑事的死刑 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也通过社交媒体确认了这一判决 称该男子被判犯有恐怖主义 以及雇佣兵罪行 但未提到死刑字眼 白俄罗斯是欧洲唯一 仍在执行死刑的国家 执行方式为枪决 且死刑犯家属 不会被告知枪决日期 及埋葬地点 外界估计 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 白俄罗斯总共枪决了 约400名死刑犯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 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